哈喽大家好,我是Abi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 如何运用飞轮效应让你从优秀变成卓越 今天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飞轮效应 飞轮效应其实就是指让镜子的飞轮转动起来 但是要知道万事骑头难 开始的时候总是次力不讨好 让我们来试着想象今天你是骑着自行车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会比较次力 但是后来踩着踩着就越来越轻松 自行车就越来越快 这也许就像是我们的人生 在企业也是一样 没有一开始就是成功的企业 只是不停的学习,不停的坚持,不停的进步 和多元化的发展才有今天的飞轮效应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飞轮效应的运用 一共有四个步骤 第一就是制定清晰的职业目标 那就用我的专业投资理财来看看 首先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基金顾问 职业的目标就是 在有效的时间帮助客户有效的增值他的主序 第二就是做好基础工作,打好根基 基金顾问基础学习最基本的就是 不停的更新目前的市场行情 然后提供培训给我们的队友一起互相学习 最后一个基础训练就是了解客户的需求 帮助客户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第三个步骤 仔细观察你的事业发展阶段 首先我们要观察客户群的攀升速度 第二为自己带领的团队是否上下一心超越自我 第三就是自我争执,尝试不一样的挑战 多元化发展你的事业 第四个步骤就是遇到挫折 飞轮能否持续运作 古语有文,失败乃是兵家常识 之后也有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所以只要在失败中学习吸取经验和教训 想启动你的人生中的飞轮效应绝对不会是梦 这一期的飞轮效应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可以订阅、按赞、分享 生活理财,自由自在 我是AV